第27章 立国之路 虽然庄园内有亚尔克暂时作证,但他必须指挥道路建设作业。 此外,今天刚刚完成物资的交换,庄园仍有许多物资库存和分配的相关事物尚未完成。 由于飞行小组中只有我具备指挥能力,普罗担心这些事情无法在天黑前完成,因此他命令我优先返回庄园处理。 在接近傍晚的时候,我正忙于指挥小队将物资搬运到农庄。 就在这时,负责庄园周围巡逻的库洛古斯基前来向我回报,狼王有紧急钥匙召集,要我迅速返回庄园。 我把剩下的工作交给库洛古斯特指挥处理后,便以我目前所能承受的极限速度,以时速150公里迅速飞回庄园。 不过我好像稍微超速了,回到庄园后才发现身上至少损失了8公升的黑胶。 索性现在已经不需要回收散落在地面的粘液,不然这工作量会大到折腾死一只教授。 看见我的样子,普罗有些惊讶地道, 沃雷卡,你这是怎么了?才四小时不见,怎么收了一大圈? 没事,只是不小心超速了。我接到情报,说你又要是召集。 没这么急吧?普罗,刚才你是怎么和库洛古斯基说的呢? 他该不会是会错意了吧?我只是和他说,天快黑了,你在天黑之前,请沃雷卡回来开个会。他又是怎么和你说的呢? 他只说了两个单字,召集,快。也许他硬要把快那个字向我传达,才让我误会了。 很抱歉,我今后会多加训练他们的语言能力的。 这不怪你,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,会说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 不知普罗召集我是要讨论什么事呢? 刚才我和柯林在路上聊了很多。首先,我决定以后都用他的名字称呼他。 今天在和龙王对话时,因为我仍然称柯林为人类,这好像让龙王感到困惑。 我自己也感到有些混乱。 未来我们会经常讨论与人类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或措施,我认为自己应该尽早适应这点。 虽然对我来说,柯林永远是一个出色的人类,但他实际上有自己的名字。 我一直以来都用人类这个词来称呼他,想想也有些失礼呢。 其实我也习惯了,还不至于分不出来。 不过,我也是很好奇,不知道普罗打算叫我人类叫多久呢? 现在突然改口,反倒有些不适应了。 不过应该很快就能适应了,毕竟那可是我的名字。 第二件事情呢,我们等亚尔克回来再一起讨论,不过我可以先和你说一下缘由。 今天和龙王以及博士交谈时,他们先后都提到国家,国民这个概念,尤其是博士的说法,让我们感觉,他好像在暗示什么。 所以,今天想和大家讨论,我们该不该立国。 如果我们要立国,该成立哪种类型的国家,以及立国的时机点又该选何时? 是,因为柯林的看法和我不太相同,所以想请你和亚尔克一起来加入讨论。 终于要立国了吗?我觉得很好,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呢。 看吧,我就说沃雷卡一定会赞成。 这样不够客观,你说的话,他哪次没支持过?不信你现在再问他,突然决定不立国了,看他是不是也会马上赞成。 柯林,我真的很赞成要快点立国,这有很多原因的,待会开会时再和你们详细数说。 当然,如果普罗坚持不立国的话,我也不会反对,就是了。 所以我就说不行,你叫他们两个应生虫来讨论,是能讨论出什么结果?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,我已经很清楚沃雷卡的正确使用方法了。 你没发现,刚才我完全没说,自己对立国一事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吗? 所以那其实是他心里真正的想法。 咦?所以,沃雷卡,那真的是你的想法吗? 是的,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 原因有很多,相信等一下,我能说出让柯林也满意的答案。 好吧,看在你社会历练比我多,智商又比我高的份上,就先听听你的看法吧。 这和智商没关系吧,不过呢,柯林,你也可以提出反对的看法,说不定你说的才是硬道理呢。 放心吧,等一下我一定会维持中立的立场,这样才能听到你们的真心话。 不久后,亚尔克也加入了会议,见大家都到齐了,普罗便开口道。 很好,大家已经齐聚一堂了。 今天,我想和大家讨论几个议题,而我将保持中立的立场,只是提供场合,让你们三位表达意见。 最后的决策将由你们三位以多数决来达成。 你们三个刚好代表着三种不同立场。 柯林代表的是人类方,亚尔克代表的是教授方,而沃雷卡则代表的是双方综合的意见。 现在,我们将按照柯林、亚尔克和沃雷卡的顺序发言。 如果大家对此都没有意义,那就让我们先讨论第一个议题,是否该建立自己的国家。 柯林,请你先分享你的意见,发言时间不限。 我觉得,我们不太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建立国家,因为这里毕竟是人类的国土。 今天博士也和我们说了,那些人类精英们超过半数是由官员、权贵和政治人物所组成的团体。 如果我们在尚未得到他们认同之前,就在人类原有的国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,势必会引起人类的反感。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和人类和平共存,不是吗? 如果我们建立自己的国家了,势必得向人类宣示自己的主权,那很像是在挑衅,恐怕会让人类更加讨厌我们。 我说完了,小雅,换你吧。 我对国家的概念还不是很明白,但我还是说说自己的看法。 现在我们狼群的运作方式是由狼王由上而下的集中统预管理模式。 对我来说,这就是一个国家了。 狼王就是我们的君主,而我们底下的狼群就是国家的子民。 我们服从狼王的领导,就好似人民服从君主的管理。 不论是智力、体力、领导力,狼王都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。 他非常有资格当我们的君主。 至于我们现在是否在人类的国土上,我觉得并不是。 对我来说,我一出生,这个世界就没有人类,我甚至不知道人类长什么样子。 我们在这里生根、茁壮,我们将附近原本是一片荒芜,建设成适合居住的环境。 如果这是有人类跑来宣誓,这里其实是他们的国土,这点是我无法接受的。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,完毕。 换我说了,我认为你们两位的论点都非常有道理。 确实,如果我们现在建立国家,必然会引起人类的反感,他们可能会视我们为竞争对手。 然而,我们必须考虑,如果我们不建立国家,将来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与人类进行交涉呢? 一个部落,或者只是一群寄生在人类领地附近的怪物。 尽管我们追求和平共存,但如果没有明确的国家身份,人类可能会对我们产生疑虑和不安。 透过建立国家,我们能够清楚向人类宣示我们的地位,和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,进而增加彼此之间的互信。 同时,这也有助于我们在未来的互动中,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合作机会,并维护我们自身的利益和福祉。 至于我们所处的区域是否属于人类的国土,我认为已经不再是问题。 在苍白病毒爆发后,政府放弃了这片土地上的上亿人口,他们逃到避难所的那一刻,这个国家就已经不存在了。 建立一个国家至少需要领土、主权、政府和人民这四个要素。 而现在,我们踏足的这片土地,原先统治这个区域的政府和人民已经不存在。 此外,原先占据这个地方的国家拥有大约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但现在他们只剩下大约2000人左右。 即使他们重回地面后,仍然宣称自己是一个国家,区区那么少的人口也无法占据这么大的土地。 因此,我认为目前全球的状况就像是重新洗牌一样,无人占据的土地都是先到先得。 在国际法重新获得所有国家认同之前,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存在。 即使我们不这么做,别的国家或人类团体也会这么做。 因此,我觉得我们需要快点建立自己的国家,而且是越快越好,这样才能尽早宣誓自己的主权和领土。 唉,不愧是普罗的御用军师,我被你说服了。 听你解释完,我也觉得非常有道理,是我目光太短浅了。 那么,应该不需要表决了吧?我们三个一致通过此提案。 你们的讨论非常精彩,沃雷卡,你果然从来不会让我失望呢。 那么,我们立国的意向就这么确定了。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议题,我们该建立何种政治体系的国家吧? 我有意义。 柯林,你请说。 我觉得第二点不需要讨论了吧。 你们黑骄狼群是高度群体意识的种族,上至沃雷卡,下至刚出生的幼崽。 没有一只黑骄会不听你的命令。 这种情况下,除了帝王制的政治体系,不会有别的选择了。 你就算要实行民主政治,票选出领导人,先不说有没有哪只黑骄想出来和你竞争。 就算有,票选结果会如何,你应该心里有数。 话这么说是没错,我无法反驳呢。 那么,第二项议题就改成讨论。 如果我们以帝王制进行立国,会有什么优点和缺点? 沃雷卡,你愿意替我们分析一下吗? 是的,我愿意,那我就说说自己的观点。 首先我说说帝王制的缺点。 帝王制之所以在人类世界已经不再盛行,其实只围绕在公平两个字上。 帝王制之下,会缺乏制衡和监督。 国王独自拥有过大的权力,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可能导致腐败、专制和侵犯人权等问题。 然而,在我们的情况下,这项缺点将不存在。 因为,我相信普罗一定会是位爱国爱民的贤君。 除了我以外,其他狼群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再来就是继承问题,虽然我能肯定,普罗一定会是位明君。 但若是继承王位的人是位昏君,那将会导致国家越来越腐败。 然而,我们的情况并不一样。 狼王永远只会有一个狼群是个实力至上的种群,狼王的后代也不会有什么特权。 再说,普罗说不定可以完美克服这个问题。 此外还有分封诸侯的问题。 一个国家只会有一位继承人,但国王却会有很多子嗣,那些没当成国王的人会成为诸侯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国家的资源会渐渐被诸侯垄断,造成民不聊生。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帝国,国力都会持续衰败的原因之一。 然而,我们的情况不同,因为狼王永远只会有一个,而狼群是个实力至上的种群,不会有分封的问题。 亚尔克也许还不知道,今天我们的狼王和龙王的会面,有可能因此得到永恒的生命,那么就再也没有继承的问题了。 说到缺点。 倒是有一个呢,人类好像很排斥帝国的存在,在许多动漫和电玩设定中,帝国往往扮演的都是反派。 如果我们选择帝王制,是否会让人类有不好的印象吗? 柯林,你说得很好,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。 其实你说的那些故事,帝国之所以会成为反派,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强大。 不论我们采取何种政治体系立国,只要有朝一日,我们变得足够强大,自然就会成为人类的眼中钉,肉中刺的。 而且,人类对我们的恐惧来源,我想,大多只会围绕在我们是教授这一点差异上。 至于是何种政治体系这点,我想他们反而不会太过认真看待。 而且,我们会选择帝王制,这也是个必然的结果,会有其他选择,反而才令人担忧呢。 试想一下,今天若是那片树林中,出现一群比我们还巨大的蚂蚁,而这些蚂蚁居然不是服从他们的蚁后,反而推选出新的蚁王来统治,是不是更令人恐惧了? 这么说好像有道理,我可能会认为那些巨蚁,若不是被外星人改造,就是成精了。 不,我可能还是比较恐惧蚂蚁变得巨大这一点吧。 前辈,你的意思是,我们选择帝王制的国家制度,反而会被人类小看吗?这样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? 确实有可能被小看,不过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,还没有跟人类硬碰硬的本钱。 虽然我们选择帝王制,但不代表我们就要走上专职独裁的道路,我相信普罗一定会建立起一个公正,平等的社会秩序的。 等到我们足够强大,倒是再向人类展现我们的独特之处也不迟。 这个讨论到此为止也是可以的。 我明白你们对后续讨论的一些疑虑,以及对沃雷卡的主观猜测和想法的保留。 然而,我们不能否认在分析帝王制的优缺点方面,他提出了一些不错的观点。 既然我们认为帝王制是近乎零缺点的选择,那么就没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了。 我们只需要全力以赴地建设一个理想的国度,不需要过于担心人类对我们的看法。 而且,作为帝王制的掌权者,我有权根据情况随时决定未来的方针是否需要进行改变。 那么,接下来我们只剩下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做了。 我综合了你们的观点,得出了以下结论。 我们应该在人类精英重返地上之前,做好一切建国的准备。 同时,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,努力扩大领土和增加国民的数量。 只有拥有更多的人力和土地资源,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强大的实力,并与人类进行对等的沟通和互动。 因此,在剩下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内,我需要更加努力地增加国民的数量。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,我希望能够将山下那座城镇废墟完全纳入我们的领土范围。 尤其是工厂区,其中留存着大量的机械设备。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操作这些设备,但一旦经过修复,它们将成为我们重要的资源,让我们的文明能够从农业时代一跃而入工业时代。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们可能会非常忙碌,我希望大家都能全力配合。 我们一定能够迎接这个挑战,建立起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。 让我们团结一致,努力奋斗,为我们未来的国家而努力吧。 陈灵灵,五等赴汤倒火,在所不辞。 你们两个也太夸张了,该不会是串动好的吧?居然连台词都能一模一样。 于是,这惊心动魄的一天,就在这会议中,画下完美的句点。 早上还在准备物资,期待与小马见面,沉迷于儿女情长的我。 怎样也想不到,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,居然经历了这么多的事。 黑蛟龙与我们同盟,普罗获得神迹能力的修炼许可,现在甚至连力过方针都拟定好了。 看来,跟在普罗身边,就一定会有精彩的日子可过。 我也越来越期待,那位原本只是渴望着外界,不顾一切困难和危险, 从实验室逃脱出来的黑蛟俑者,如今他的努力和毅力将带来怎样的辉煌成就。 我下定决心,从今天起,要将普罗的丰功伟业记录下来,编撰成一本书籍。 这样,日后所有的黑蛟子民才能更深入地了解,他们的国王是多么伟大。 这本书将成为历史的见证,记载着普罗的奇迹与传奇。 透过这本书,后世的黑蛟们将能够领略到普罗所创造的不朽传奇, 并对它产生更深厚的敬意和敬仰。 这本书的名字就定为《黑蛟俑者普罗成名录》吧。